大家好,我是桑 2004年2月8日下午2点左右 一名游客正在韩国嘉耶山旅游休息区附近的山腰上爬山 当他来到一处人际罕至的悬崖边时 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混凝土地面上 有一具面部朝下且手脚均被束缚起来的女性身体 从他身上积累的积血来看 这具身体已经被抛弃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于是该游客立即选择了报警 而当警方来到现场检查后发现 受害人年龄预计在20岁左右 除开手脚脖子都被浅绿色的绳子缠绕以外 面部也有被严重破坏 以至于无法辨认其身份 由于受害者被发现时 身穿明显不符合天气条件和地貌条件的黑色上衣 黑色裙子以及高跟鞋 同时身上也没有伤痕或者是被侵犯的痕迹 警方初步判断 女子应该是在其他地方遇害 然后被转移到悬崖边抛弃的 之所以要用绳子束缚住 则是为了方便装运 随后 警方将女子的身体送去了韩国国家法医研究所 经过法医检测 确认女子是独居在韩国釜山 21岁的女大学生崔美娜 去世原因是被勒导致窒息 而从其手部和背部脱水的情况推测 她已经去世了20至30天 她唯一的亲人也就是她的姐姐 在1月8日报告了失联 因此警方大致推测 美娜的去世时间应该是在1月7日左右 在经过一番调查后 他们认为谋害美娜的凶手 很可能是一名与她有感情纠葛的男性 这么认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据她的姐姐所说 美娜和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 他们是被祖母抚养长大的 后来美娜姐姐在率先进入社会工作之后 很快便从祖母手中接过了抚养妹妹的责任 24岁的她独居在大田市从事护士工作 每个月都会定时给妹妹生活费 也就是说美娜是在姐姐的帮助下上了大学 1月6日晚上7点50分左右 姐姐和美娜像往常一样通到电话 这时候的美娜听上去还很正常 可当第二天美娜姐姐再次给妹妹打电话时 妹妹却以手机没电为由很快挂断了电话 7个小时后 美娜回播给了姐姐 这是他们姐妹两人最后一次通话 在这一次通话中 美娜向姐姐讨要了生活费 而后还告诉了姐姐 她的男友全某将要出国留学的事情 据说全某单方面做了这个决定 并在10分钟的分手通话中通知了美娜这个消息 全某还告诉美娜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这让她感到非常难过 而就在姐姐安慰她的时候 美娜突然表示 她决定要去见一个人 随后又再一次挂断了电话 而在这之后 美娜姐姐就再也联系不上她了 为了找到美娜 并了解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姐姐还专门去到了妹妹在府上的住所寻找 结果发现妹妹并不在家 而房间的地板上还散落着几张一万韩元的纸钞 和一些没有收拾打扫的垃圾 于是美娜姐姐便帮忙把房间整理了一遍 这也就导致 警方后来没有在房间中发现任何可疑的指纹或脚印 不过警方和美娜姐姐都认为 她很可能是着急出去见某人 所以来不及打扫房间 而要见的这个人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并且很有可能是一个男人 因为女人很难将其身体搬运到悬崖边抛弃 第二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美娜没有债务 同时也没有与他人结怨 所以理论上不存在被寻仇谋害的可能性 但是根据她身边的同学和朋友的说法 美娜是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活泼女孩 非常受异性欢迎 据说光是美娜的前男友就有三四个 因此警方认为 美娜有可能是因为异性之间的针锋吃醋而被谋害 第三 考虑到美娜的穿着比较随意 同时身体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防御痕迹 所以警方认为 她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突然遭到攻击而去世的 而能够实现这种犯罪的凶手 一定是美娜比较熟悉的人 综上所述 警方认定凶手是与美娜在感情上纠缠不清的某位男性 并以此为大方向展开调查 首先 警方在其上衣左边的口袋中 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记录着三个长途电话号码 分别属于韩国昌元 金基道和光州 警方对这几个号码所属的人进行了调查 但结果发现 这几个人都没有作案嫌疑 而后 他们开始调查和美娜有感情纠缠的相关男性 在这段调查中 警方首先排除了她几位前男友的作案嫌疑 因为他们均有在案发时的不在场证明 包括在美娜失联的1月7日当天 曾与她通话10分钟的全谋 虽然警方检查了全谋当时手机所处的基站位置 确认了当天的她还没有出国 但除此之外 并没有发现任何和全谋相关的罪证 所以很明显 全谋也不是凶手 而后 警方根据对美娜身边人的走访调查 得知在她和姐姐成长的过程中 有一位称作李女士的长者 一直有在资助她们 值得一提的是 李某有一个残疾人儿子 据说 她一直想要确说美娜嫁给她的儿子 甚至还多次干涉美娜的私生活 并将她的儿子带去和美娜见面 而美娜却始终不同意发展这段关系 警方根据这一信息合理怀疑 李某或许有要求美娜回报恩情 嫁给儿子的诉求 但在诉求被拒绝之后 恼羞成怒并谋害了美娜 所以他们对李某也展开了调查 但李某第一时间否认了自己的嫌疑 她表示 自己之所以对美娜姐妹很好 并不是想要为儿子找老婆 而是因为对美娜父母的离世感到难过 至于美娜遇害的事情 则与她完全没有关系 而警方后来经过详细调查后 也证明了 李某的确不存在谋害美娜的可能 所以她的作案嫌疑也被排除了 那么还有谁有可能会谋害美娜 案件调查到这里 警方也陷入到了困境当中 因为他们仔细调查了美娜身边的所有熟人 但却都没有任何发现 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调查方向出现了问题 可就在警方准备从头开始的时候 美娜的几个高中同学 突然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 根据这些高中同学的说法 她一进高中就被选为了班长 从那以后 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和老师们打交道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美娜后来竟然和她的道德老师金某 传出过一段绯闻 据说金某曾向美娜发送邮件称 看见你难过 我感觉我的心都碎了 还有我很关心你之类的信息 这让当时很多人都传言 两人是在一起了 甚至有人声称 曾看见过美娜和金某 在釜山市的市中心牵手散步 但是两人毕竟是不伦的师生恋 而且金某早已结婚生子 所以这段关系 始终没有被美娜和金某公开承认过 因此其他人也只是当作 捕风捉影的绯闻 并没有太当真 而现在看起来或许金某真的有作案嫌疑 就在警方得知金某这一个新的关键人物后 又有一位新的目击证人出现了 这位目击者是美娜所住公寓楼下 一家水果店老板 该老板表示 在美娜失联当晚 他看到有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 在公寓楼下站了很长时间 并详细地告知了警方 这名男子的身高和体型 经确认 的确和嫌疑人金某颇为相似 不仅如此 美娜姐姐也表示 虽然她并不知道妹妹的男友具体是谁 但是美娜在失联之前曾在电话中告诉她 自己的前男友不甘心和她分手 并始终纠缠她 这让她感到很烦恼 因此美娜姐姐怀疑 妹妹所说的这名纠缠不清的前男友 或许就是已经40岁的道德老师金某 结合以上信息 警方立即对金某展开调查 并让美娜姐姐打电话给金某 试探她是否和美娜存在恋爱关系 但金某面对美娜姐姐和警方的质问 从一开始就坚决表示 自己和美娜被谋害毫无关系 并且拒不承认她和美娜之间存在过恋爱关系 但可疑的是 金某在交代她在美娜失联当天的1月7日 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说法却在不停地发生变化 首先她说自己当天没有见过美娜 一整天都在外面办事 这一点从她发给妻子的短信就可以证明 但是警方通过激战查询了 金某在1月6日至1月7日的具体位置 发现她在1月6日晚上7点左右 曾出现在一个公共电话亭附近 而1月7日早上6点左右 有人正是在这个公共电话亭 向美娜打了一通电话 因此警方怀疑 这个人就是金某 而在警方戳穿了金某的这个谎言之后 金某改变了她的说法 并表示 1月7日这天 她去了副校长和她父母 共同经营的酒吧中消遣 但是这一说法 很快被证实是在撒谎 于是金某又一次改变供词 这一次 金某说自己当天和一名教授在一起喝酒 喝完酒后 她便独自去到了沙滩散步 而警方很快又找到了 金某所说的这名教授 结果再次被证明金某在撒谎 该教授称 自己在1月7日根本没有见过金某 又怎么可能和她一起喝酒 至此 警方更加确信 金某就是谋害美娜的罪魁祸首 因为如果她不是凶手 那她根本没有必要撒谎 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证据 幸运的是 证据很顺利就找到了 警方在对金某的汽车进行搜查后发现 金某车后座的靠背和脚垫上 均存在混有唾液的血液痕迹 警方随即将这些证据收集起来 并送去韩国国家法医研究所进行检验 而法医的检测结果最终证实 这些血液痕迹的确来自于受害者美娜 这被试作是金某谋害美娜的铁证 于是警方立即逮捕了金某 可金某在面对警方的审讯时 却又改变了之前的口供 他表示 自己的确和美娜存在恋爱关系 车上的血液痕迹 是他在美娜立假期间与其发生关系才留下的 同时还坚称 他作为一名关心爱护女孩的老师 不可能对他下如此狠手 而且在美娜遇害的那段时间 他并没有见过美娜 而警方对于金某的这一番说法 自然是不相信的 但是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 仅仅凭借该血液痕迹 想要给金某定罪 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好在就在警方束手无策的时候 又有一位证人站了出来 这进一步坐实了金某谋害美娜的事实 而这个证人就是金某的妻子 他哭着向警方证实 金某和美娜的确存在不正当关系 他们为此曾不止一次发生过争吵 而在美娜失去联系的1月7日当天 金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准时回家 他只是向妻子发送了一条短信 表示自己在外面有事 却并没有说明他具体去了哪 这在警方看来 这是金某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所使用的拙劣手段 至此 警方终于认定 金某就是谋害女孩的真凶 于是在金某仍旧不承认自身罪行的情况下 也将其移交给了检方进行审理 值得一提的是 在检方进行补充调查期间 金某第四次改变了他的供述 他承认自己在1月7日当天去见了美娜 并且与其在后座发生了关系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遇到了一名歹徒打劫 当时歹徒用金某放在后座的刀具吓唬他们俩 并将他们两人用绳子束缚了起来 随后 金某因为歹徒攻击而失去了知觉 等到他第二天早上醒来 发现歹徒和美娜都不见了身影 感觉到害怕的金某 在给妻子发送了一条信息之后 便马上赶回了家 毫无疑问 这又是金某为了脱罪 所编造了又一段漏洞百出的谎言 而检方根据所有的线索 基本拼凑出了案件的真相 那就是 金某和美娜存在一段失声恋 但是在美娜上大学之后 她决心终结这段不正当的关系 并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 可金某却放不下美娜 并始终纠缠着她不放手 于是在1月7日当天 女孩为了彻底了结这段感情 便决定在家中最后见金某一面 而正是在两人见面的过程中 金某正好听见了 美娜和即将出国的权某在打电话 心声妒忌了她 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便趁机谋害了美娜 并在作案后 驾车将其身体 抛弃在了嘉耶山的悬崖边 显然 检方的结论是基本符合 案件所有线索指向的 法院也是根据这一判断 以及金某始终不承认犯罪事实 没有任何悔过的意愿 一审便以故意谋害和抛弃身体 两项罪名 判处了金某无期徒刑 而金某很快提起了上诉 好在最终被府山高等法院驳回了 并仍旧维持原判 至此 该起谋害事件 最终也就落下了帷幕 据说 在金某被审判入狱之后 他的同事无不对此感到惊讶 因为金某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一直都是一位平静礼貌的人 没想到 他这样的人 最终也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祝大家新的一天美好健康 我是肖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